第一个凡是愿意推动全球化的这些国家 第一个条件 他必须有一些他明显能够不断前进的新兴的产业 他能够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能够扩大市场的需求 能够把企业做起来 这一条中国现在在起来 西方有点犹豫了 不那么自信了 第二个因素也很重要 就是他的这个市场的规模 他自身的市场规模大不大 中国自身的市场规模很大 所以他可以说我来引领大家 我先开放这个西方的 尤其是美国的市场的规模 在全球范围来看明显不如以前了 第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全球化要作为领导者 他必须协调本国的自身的利益 咱们以美国为例 如果美国继续去推全球化的话 谁受害呢 他的汽车行业 不一定搞得过日本吧 不一定搞得过韩国吧 中国现在也起来了 谁受益呢 他硅谷的这些搞靠科技的受益 对吧 他华尔街还能受益 但是你怎么能够把华尔街和硅谷的 受益的企业的利益 通过税收啊 通过政策来转移到 汽车行业来进行内部的利益的协调 这三条来看美国方面都远不如二战结束的时候的 那个时候的蓬勃发展的美国经济 不如那个时候有活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怎么办